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进入抖音 也许你要恋爱了 我叫角落 我是张岳 我叫许晶晶 我是陈瑞 我叫高原 我叫易雨晴 做完这一轮要选择是 没有爆灯的黄色 你是要 你想象几号男生提问呢 三号 三号先进来 你会选三号吗 我不确定 主要还是听到了三号 中国当中你会描绘吗 在工作的时候就很难做到描绘 他们是朋友 四位女生当中对谁比较友好 我很喜欢你的头发和你的眼睛 真的想选我 然后还是没有选择的选择 答案是我肯定会选你 肯定会选我 好选 如果你们想要进行下一轮的了解 请笔心 321开始 我们马上要进行第二轮的速配的这个环节 这个环节是这样的 我们将会从男生方发出邀请 但是这是一个双选的环节 男生女生你们都有选择的权利 如果当这个没有进行双选的时候 我们就是这一组的CP就不成立 好吗 那我们就请第四位男生 然后一号女生请起立 如果你们想要进行下一轮的了解 请笔心 321开始 不笔的话笔点赞 我知道你要问什么 好 谢谢 请坐二号女生 晶晶 如果你希望你们互相彼此了解 请笔心 321开始 好 请坐 请选择 好 好 按照我们的规则 其实是四号男生和女生 你们是在规则上就务必形成了 继续保持原定的这个阵容 但是我们还是想 请四号女生也起立一下好吗 虽然你这个选择不影响结果 但是我们还是很希望知道 你这一刻此刻心里的想法 做好准备 321请选择 好 好 还给你多一遍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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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号的这一组嘉宾继续成为CP 请入座 先稍等 好了 来 小高同学 同样是一号 是 如果你们想要彼此 下一轮继续了解 请笔心 321请选择 好 ему特别的 又贴 很好的 很好的 为师不变 所以呢 你们两个是自动变成是CP 下一 轮可以了解 但是我们还是想听听你们本人自己的意愿好吗 321 好 那我们恭喜 那我们场上其实CP 是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所以接下来马上要进入的是 我们第二轮EV1的单独的谈话 这一轮的谈话呢 我们是要有一定的 肢体的接触的 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更加加速 大家彼此了解的效率 所以这一轮我们将会是 拉着手 然后进行十分钟的EV1的谈话 手不僵了呢 手拉着手聊 好 我们马上进入下一轮的 EV1单独约会 请大家准备一下 先转沙漏 要转沙漏 然后再牵手 有点期待他俩 他们面前有一个信息表 然后里面有些 他们自己的信息 对 看会蹦出什么火花 是的 就是刚才其实我有蛮多话想问你的 就是你在那个职业里头 真的给了我很不一样的感觉 就是多面画 然后包括像这个钢琴 就我自己是学电钢的 然后我自学的 但是所以我很知道就是那种沉浸其中 然后去扒一个谱子的那种感觉 乐趣 对 而且还很有才华 就是你给我的惊喜的点真的蛮多的 谢谢 他能理解他的世界 你对我的第一印象怎么样 其实就是刚进来的时候 确实会对有被你的笑感染到 虽然不知道是不是职业假笑 不是 我都是很真诚的 可以让我采访一下吗 对 开始你的表演 那就是我看到之前有在山东读书 对 然后还有一个点 就是你是广州对吧 对 我在广州上过一年学 华南理工大学 我是华工的 真的 对 等于说你是去交换吗 对 交流一年 当时我在艺术学院 但我有被父母逼 就是我从小就是 可能就读书成绩好 然后就 我两个好笑 就是我学自动化也是 我爸爸说 自动化专业特别好找工作 我觉得这个 这一组换的真的是一绝 太好了 对 这两组换的太好了 就是我最开始不是问了 就是我的另一半要有一个固定的爱好 比如说你喜欢弹钢琴 你可以教我弹钢琴 或者我们一起去打篮球 就是这种爱好是共享的 然后两个人可能如果在一起的话 会需要有这样子 会 对 真实 在喜欢的人面前 那真实 他不一样 那我想问你一个 可能会比较私密的一个话题 就是你有存钱的习惯吗 我有 我本科毕业之后 当时白天写作品期 晚上在酒店弹琴 那我当时我觉得 钱是来之不易 就我们两个价值观是很符合的 对 就是包括一些就是日常 然后你的一些习惯 我都觉得跟我蛮类似的 是 可能我觉得我们两个 如果再交谈下去 会有很多这样子的共同话题 对 我也觉得是 是 越来越配 这没有发现 绝了 我觉得今天收成很好 绝了 他们要找到彼此了解的人 真的不容易 他们其实很相似 但是又极度不同 太棒了 可以 都有新的突破 是 我其实没有想先问表上的东西 我想问 在第二轮的时候 你再次选择我的理由是什么 或者你当时在想什么 其实像你刚刚说 可能第一轮EV的时候 很多方面都没有特别 继续深的了解 所以我还蛮想问一些 就爱情观啊 包括你的消费观啊 就是更加 我会觉得更加重要的一些部分 那你有什么想问我的吗 看一下这个消费观 因为你是上海人嘛 所以我不太了解就是 有房车这种压力嘛 因为我看你的消费观 是基本上都会用在 平时的一些吃喝玩乐呀 或者说新冠号这上面 就是这样留在上海本地的话 可能房子车子压力是没有 再加上回了上海自己工作 有一点经济实力的话 我也是很庆幸能够 把钱消费在 不够让我快乐的地方 因为我这里也看到 你写的是 有存钱意识 但也会活在当下 及时享乐 比如旅游等等 对 如果说男生 没有房子车子的话 如果还是一味地用在 这个上面 我会觉得有点不够成熟 但是你这样就是 完全没有问题 因为我也很理解 就是我自己也差不多 很多种情况 我这样看了一下 我感觉我们的消费观 其实还蛮像的 对 其实我比较认同你说 钱是挣出来的 而不是省出来的 我其实觉得包括你会做饭 然后你会锻炼 其实跟我特别像 他俩聊的话题成熟度好像比较高 对 没错 对 比较深入 对 是 沙漏 沙漏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正式聊 好 好 好 憨憨的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其实不看这个表的时候 我就想说 其实你进来的时候 给我一种有点眼前一亮的感觉 你好 你展现了那种气场 我觉得还蛮想了解你的 但是当时这情况很尴尬 对 对 他是在撒娇吗 这声 怎么跟刚刚介绍的时候不是一个声呢 声音完全是两个 就是变了 他现在在撒娇 我其实刚才想问你 那如果第一个就是我的话 你就会选我吗 如果三号选进来 你会选三号吗 我不确定 那如果第一个就是我的话 你就会选我吗 我会 真的假的 所以人家一号男生纠结的是对的 确实被想跑 我有听到你说那个理想型的时候 然后我就感觉你喜欢 个子小的 然后小鸟一人的 对 然后可爱一点的 我是 我其实一开始没有敢看女生 找完那个理想型 我才瞄了一眼 我就觉得很巧 我觉得特别巧 对我就觉得很不可思议 但是我又觉得我话很少 然后 因为我可能性格没有那么快 就像我一样了 就变了一个人 关键是洛文这个变化 确实有的 刀源也有变化 对 他聊的话题就更情感化 而不是那种徒步 对 有绿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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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我觉得怎么可以一个人 既好看 又可以创业这么成功 必须 没有 我是真这么觉得 谢谢 其实我还 就是有人看定我的话 我感觉 给我很大鼓励 我觉得你很优秀 然后 笑起来很好看 我看一下表哥吧 我抓紧时间 你已经拉不住了 非常好 他顿不住了 所以你很喜欢 去迪士尼吗 我有看你的 对 我很喜欢 我喜欢可爱的东西 你也喜欢吗 我 可以喜欢 就是你本来是不喜欢的是吗 我 我对那个地方 无感 有感 现在就有感了 现在有感 我觉得可以去玩 也许要恋爱了 没错 为爱情而改变 对 好 如果有体会我们就一起去 行 然后 然后 手在出汗 我也是 那我们两个挺棒的 如果刨去这个你有什么 还想问我 不看的话 你别浪费时间 那我继续 那你说 我继续 所以你觉得两个人在一起怎么样比较浪漫 我是有一点 平时不在一块的时候我会愿意很给对方空间 但是如果在一起的话我就希望是那种甜甜的然后黏在一起 然后就是高质量的陪伴吧 因为我看到你的那个工作的比重80%还挺多的 我觉得是我的时间很好分配 我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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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都可调 可以80 可以80 也可以80 我们那个理想职业都写的是不限 这我都以为看到我自己的表着 对 我就觉得好多相似点 高原原来情绪可以这么 就是鲜明 所以你说 对一个人感不感兴趣简直差别好大 这是想靠近吗 这次不紧张了吧 对 这次我感觉就是我们对彼此更熟悉了一点 收担 好 给你盖一下 谢谢 太浮动了 我怎么感觉陈瑞稍微进步了一点 因为我比你大 就是我想问问你看对姐弟这样的姐弟恋 包括这种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其实这也是我想问的 对 其实我是没那么建议的 只要是差的不是那么大 五岁之内我都是可以接受的 我可能就在三岁上下 对 然后太小的话我觉得可能也不太行 然后就是因为我的工作不太稳定 假如是你的话 你会特别希望我去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 然后是你喜欢的 我觉得也不能说是我喜欢的 我觉得你最重要的还是要做自己 我觉得一个人他如果能保持一个 努力向上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就是好的 是不是就是一个丝毫男嘉宾对自己的工作 没有那么确信 好像感觉我可以为了你换一个工作一样 可能他自己也觉得没有那么稳定 没有稳定 对 你对你未来的一个就是职业的规划 你有什么一些想法 因为做滑雪 毕竟是一门技术 然后它会要求一些证明 我会不断地提高自己 然后去考一些更难的证 这是我五年之内的规划 对 所以总体来讲的话 我感觉你还是会更往就是运动的方向 这个已经这个已经没了 这样好 不急 意犹未尽才好 我觉得陈瑞还是有进步的感觉 他主要现在也开始让他先发问 让女孩子先发问 会懂得照顾了 我们第一次看的时候 他可能有一种笨拙吧 但起码还是真诚的 他有想做改变 因为确实其他几位男生也很绅士很灰 陈瑞你在看什么这么开心 我在看朋友发的密友时刻 上次被你安利了抖音的密友时刻 我回去和我的朋友们一起设置了一下 而且感觉拍照又方便又非常有氛围感 随手一拍就很好看了 现在我们有什么好玩的时刻 都会随时拍下来通过 是吧 体验感是不是超级棒 是的 那你要不要也和他们分享一下 就是你现在的这个时刻 正在此业 是吧 你看像我们平常工作的时候比较忙 然后休息的时候 突然看到朋友投屏到手机上的日常 你就感觉距离一下子就变小了 是的 非常开心 那么现在我们所有的单聊 单独的约会已经全部结束了 我们的最后一站将通往了 就是我的小屋 在那个地方呢 大家可能会换成生活状 就大家更以轻松 没有压力的这种方式 然后彼此的再次进行深度的了解 好期待 对 所以我们的小屋见吧 拜拜 拜拜 好期待 本节目由抖音独家惯名播出 打开抖音 记录美好生活 欢迎各位来到我的小屋 这一轮因为到了家居的环境当中 我们肯定是希望了解 八位嘉宾每个人家里自己小屋的状况 所以我们先从女生开始了解 好吗 好 我们先来看女生的第一个 架子骨 架子骨 架子骨和钢琴 有了 好来 下张 这个是什么 乐高 乐高 最左边的那个是什么 这是一个电线收纳盒 很好 你自己介绍一下你的小屋 是个电线收纳盒 就是很便宜但是很好用 案例给大家 最上面那个是一个手机支架 它是 你看它下面是有一个跟踪的摄像头的 有的时候我想记录一下自己的生活 它是可以摆在那儿 然后它跟着我的运动来的 来 第二位女生的房间 这是在地上的床吗 应该是类似于那种设计 设计对 然后它的桌 好的 那我们请张悦介绍一下自己的房间 谢谢你们 很好看 这是我生活日常 我在家就是开三个屏幕看比赛 这明明是四个屏 还有一个是看比分 因为那个是最快的 对 文字直播是最快的 你瞧瞧 然后电纲 就我自学 你看我自己写的简朴 字也写得很丑 以后多教教我 怎么的呢 旁边人没人了吗 现在是 因为一环节 对 我小心倒数 对不起 我理智一点 第三位 金箭层 这支金箭层超可爱 金箭层 你看完全没有猜的必要 为什么 因为说金箭层的时候 它发出了银铃班的笑声 好 最后一位女生 这是日语 因为我学过那个报过日语班 这本书我知道 就是入门一定要有的 对不对 高级的 对不起 是我超帅 高级日语 高级日语是N级 我是N1 对 然后这个的话 主要它偏日常一点的 然后可能我现在 就是用到上午日语比较多 然后感觉一些日常 还是有欠缺 然后就看一看这些 学无极竟 接下来我们马上要看到的是 男生的房间 打开抖音 记录美好生活 抖音提醒您精彩 稍后继续 本节目由抖音 独家冠名播出 打开抖音 记录美好生活 也许你要恋爱了 精彩继续 接下来我们马上要看到的是 男生的房间 男生可以好好猜一猜了 对 滑板足球 有个露冲板 感觉那架子快垮了是吗 足球 这是一双什么运动 足球鞋 橄榄球鞋 橄榄球鞋 那你就顺便给介绍一下吧 好不好 好 主打一个 子招 电磁炉 电磁炉 是不是做饭比较简单 对的 这个我就平时煎一些 卤笋头什么的 好的 空气炸锅 空气炸锅 我只要是炸土豆 不过这位同学 您单身的好明显 大家看 他只有一双筷子 可有一个勺子 写下来这个 谁家人还有精彩统 你是一个精彩统 跟我家的好像 这个好像 还有这个圈子 船头 头盔 摩托车 那么这是谁的房间呢 你吗 两叉一下吧 这是我的房间 花瓣 是我的露冲板 然后左边的话就是露营的椅子 我很喜欢跟我的朋友去 冰江或者共青森林公园 上海有个地方去露营 金金喜欢露营吗 喜欢 然后我尤其是喜欢在冰江 冰江骑行 你说怎么会这么刚好 我都看不清楚 你俩不会偶遗 好嘞 蛋白粉 我每天的早餐就是 早餐奶昔 中午的话就吃沙拉加煎鸡熊肉 每天都一样 还是自律 其实我想问一下 就是因为打高软的话 早上其实就比较忙 大部分人可能选的 直接点个外卖这样子 就像很忙的情况下 还是会去做 是的 因为 我是每天上班之前会去健身 这样做一个奶昔的话 差不多就五分钟 我就可以全部喝下去 哪天健身 我真的很想看谁能打破天阳这种自律的节奏 你懂吗 恋爱会打破 有可能出现一个女生就打破了 是的 下一位 哦 钢琴 这是谁的 这是谁的 想异的 雨晴 对 就是在上海的一个小的台 其实我的生活有时候还挺单一的 就起床练琴 写东西 偶尔见见朋友 会比较窄 累了就睡觉这样 好我们应该就剩下一位了 对不对 黑胶 黑胶 这个是黑胶唱片 黑胶 对然后旁边也是乐高 那个乐高我也有那个 好 很好看 很好看 其实就衣服多 这是帽子 刚说完衣服多 下衣服的帽子多又来了 我很喜欢买帽子 鞋 要不你这样你一次性完整的说你爱买什么 对 帽子是主要的 鞋子其次 这叫其次 这个鞋是所有鞋的十分之一 那还真是不爱买鞋呢 我的那边 我那边墙只能允许我买这么多鞋和挂 好的 接下来的是我们节目当中一个很有香味的一个环节 打开抖音搜索密友时刻 把好友放桌面 接下来进入抖音爱心便当环节 因为我们让大家各自准备了爱心便当 每个便当上我们都会有一个心愿纸 大家在这个心愿纸上写上对方的名字和想对他说的一句话 这句话一定要慎重啊 朋友吧 会念出来的 我觉得看完那个最私密的就是个人的家 可能大家会有一些变化 有的人已经毫不有目了 坐 好 好 好了 张悦你稍微控制一下自己的眼神 对 你就差坐她面前行 都写好了吗 好 那好 我们按照顺序 小易同学 请你带上你的便当 走到你心愿的女生面前要送给她 这个 好的 还有饮料 是 还有一盒小小的 对 好丰盛 好丰盛 去吧 去吧 来吧 勇敢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落稳 落稳 然后的原因是我有觉得其实真的很合牌 然后很在一个频道上 但是我在上海 然后我有时候在北京 有时候在上海 然后我不敢确定我是否能照顾好一个人 然后这个对 然后是 但是落稳好像会就是刚好有一些地方 我们很像我们像是就是同一类人 所以我这个是给落稳 是给落稳 好的 你应该拿过去送给落稳 谢谢好丰富 好丰富 你好可惜 就是他刚才说话的感觉 我觉得有Q高 张晓月整个人 好 轻轻一点 可以全面说吗 我们两个价值观是很符合的 从上一轮就一直就觉得搭配他了 因为我觉得第一感觉很重要的问题 他上面写的是 是 嗨 洛文 你好 是 没了 没了 就是轻切地打了一个招 对 对 谢谢 这个 这个是什么东西 你介绍一下好不好 桃椒 这个是一个燕窝 它是很新鲜的木瓜 下面会是一些广式的茶点 剩下有一个酱油盒是给旁边的长粉 虾角 对 它有虾角和拉长 虽然比较简单 但是它其实是弊点 然后很好吃的东西 所以也希望你会喜欢这样 好的 谢谢 对 好 谢谢 好 所以我们接下来 洛文带上你的心愿纸 把你的爱心便当送给你 目前心仪的男生 好猎 引高原帮我们念一下纸条上的内容 相似是惊喜也是缘分 希望能珍惜这 won 同频共振 ocean 很棒 然后帮我们说一下饭盒里是什么东西 你可以打开看 这个是个辣椒酱 对 我不能吃辣 你不吃辣 我不能吃辣 我也喜欢吃辣椒酱 我也喜欢吃辣椒酱 是什么 是米饭 然后虾仁 还有蘑菇炖肉 蘑菇炖肉 那个是小鸡炖蘑菇 是我的一道家乡菜 这道菜也是我妈妈教给我的 这个辣度也是拿捏得非常好 如果说是不吃辣的人 其实也是可以接受的 然后如果是无辣不欢 咱们还有这个油辣子 我希望喜欢 谢谢 谢谢 那我还想补充一个 你说 那个饭盒其实是一个电热加热的 好 对 它直接插电以后就能加热 然后我就想这样它收到以后能方便一点 插上电热让就能吃了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 那我们就接下来高原 高原 你带上你的新愿纸和便当 好 你比他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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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舞 虽然是因为做这个行业 很长一段时间 自己会陷入一个很焦虑的时候 就有朋友说 心情不好的时候就要吃蛋糕 这样的话自己就不会那么不开心 所以我也想把这个送给你 对 全时是会分泌多巴胺的 对 就是可以让你一直开心 谢谢 然后还有一个是阳光玫瑰 葡萄 对 也是你很喜欢吃的水果 对 就是酸酸甜甜 但是你比他们多甜 因为他们已经互选了 所以我们还是要让男生从天洋这边开始 要不要 去哪里 等一下 这皮是不是很干嘛 是 没关系 您先坐 您读一下那卡伤高的分享 他写的是 他说 尹童希望能借我便当的机会 多接触认识下你和你的猫 希望你喜欢我每天固定的晚餐 盐 葱 拌牛肉 盖饭 XOXO XO XOXO是什么意思 Case case 对 就是类似于像写书信 比较亲密的时候是 Case case 好大 好大 喜欢 亲亲爱 饭盒里是什么 我来打开一下看看 这人信息量这么大吗 可能看房间更多了解了一点 是那个牛肉和那个饭 还有个生蛋 对 因为我每日三餐都是固定的 所以这是我每天晚上都会烧地炖饭 还有下面是米饭 然后上面的话是雪花牛肉切片 我会自己做一个特制的盐葱酱 浇在牛肉上面之后再打一颗可生食的无菌蛋 谢谢 还有好心心 我其实会把盒饭送给影童的理由是 其实影童也是我的理想型 我很喜欢高挑 并且是染头发颜色的女神 然后她的长相也是很在我喜欢的点上 之前几轮没有很多接触沟通的机会 但是有一点是说她也比较习惯你平时工作忙的话 大概是每周一次见面的机会 恋爱节奏是一周见一次吧 然后我觉得我们的生活的这样一个节奏和频率 都在一个步调上面 还有就是影童家里的两只精箭层的猫 她家的那个自动投食机跟我都是一个牌子 我也非常喜欢猫 也很喜欢喜欢猫的女生 所以我想有机会的话 能和影童多接触了解一下 我能问一个小小的细节吗 你是看到她家居的这个环境之后 还是在什么时间点上你觉得想把便当送给影童 我觉得其实是在看到她居家的照片之后 我下定的决心 明白 就她的那个家里的生活气息 跟你想要的那种生活的感觉很 是的 我觉得是我想多了解一点那一种 我想多了解一点那一种 好的 那我们就请影童带上自己的心愿条 然后送给你的心动男生 直接走到她的面前 我们要不要不要 你忍受宝我们 要不要不要 好 你应该不 algorithm 是不是 我担心和我看车 就在你认识想开来 我去路了 你他们就回去了 我帮你 factories 你们俩 你们俩 我中间是不是你们背着我录了什么 你们是不是录了些什么片段没有告诉我 祝福门 如是招来 你同写的是 徐天阳 希望以后有机会和你学习做高质量的早饭 成为更健康的人 对 我说一下就是我选徐天阳的一个原因 最开始的时候 没有机会跟徐天阳一起说话 因为我也知道他很喜欢运动这方面 我是美式妖奇橄榄球 还有英式的Touch Rugby 我都会玩 后面慢慢地了解到了他的职业 包括生活的一些习惯 我觉得可能是我比较理想的一个样子和一个状态 尤其他刚刚提到了一点就是说 一周见一次的这样的一个频率 因为其实女生会比男生会更黏忍一点 但是我可能比较相反 我比较独立一些 是你真实的一个生活节奏 所以当你听到对方也觉得合适和认可的时候 你觉得这点对于你来说是很重要的 对 其实在送这个之前我还挺忐忑的 我其实是一个非常被动且胆小的人 就很多的时候也不太会表达自己 但是我觉得可以再多去交流一些 多去了解 因为之前确实也没有接触过 对 我们其实都忽略了 一周见一次这个 我打开它的电章看一下 我打开它的电章看一下 对 这个是可乐鸡翅 因为我非常喜欢吃甜的食品 所以我觉得所有的菜中可乐鸡翅它是非常甜的一道菜品 你要胖了 我特别好奇天洋你什么时候吃 因为每天三顿饭是固定的 别着急一会儿当着我们的面 把这个米饭给我吃掉 你逃不了了 我会很开心地吃下去 好 那按照我们的顺序 来吧 好 谢谢 谢谢 有一点点不开心 很不开心 你重念一下 你重念一下 他写的是 写给双向奔赴的我们 写给双向奔赴的我们 双向奔赴的我们 哦 对 因为上一轮一对一聊嘛 然后他给我的感觉就是我们再往一起走吧 你现在在我这儿有百分之八十的就是那种占比 我也提高了百分之十 我们好像还没有聊够是吧 对 就是可能还有问题没有问完 但是 但是 刚刚的选择其实有点出过意料 没关系 可能在你的理解当中 你可能觉得第二次的EVE新的距离会更近一点对吗 我觉得是这样的 其实我觉得因为你们在其中 可能看不到更多角度 我们在第三者的角度来看你们的思聊 其实找得到一些答案 对 所以你们回去 沉淀一下 可以看一下自己在今天的表现 也许你也找得到答案 也许这就是彼此成长的一个过程 嗯 是的 不要太难过或者是意外 因为今天你们才 这是第一天耶 是 第一天就要定下结论嘛 这个无论什么结果都是好的 不用想太多 嗯 了解 好 那我们就按照顺序 静静带着心愿纸盒 那我们就按照顺序 静静带着心愿纸盒 谢谢 静静写许天阳相似的品味和经历 让我觉得一切都很难得 希望以后可以一起享受当下 这个是玉子烧 这个是玉子烧 玉子烧 然后还有一个三角饭团 炸猪排 还有一些核桃杏仁 对 这个偏日式便当一些 做起来就相对比较方便一点 然后也是比较健康 就是我想补充一点 就是我看到你那个资料表 然后包括一些感受 我就是能运想到你的理想心 不是我这样 可能就是从外形方面 或者是从行业方面 其实我都有预感 但是我还是想表达一下 很棒 很棒 很赢 很赢 无论是外在还是内在 我觉得你都蛮复合的 我很喜欢 我就是能运想到你的理想心 不是我 但是我还是想表达一下 其实我觉得第一轮 我们聊了很多 也没有聊完 第二轮也聊了很多话题 我觉得我们的消费观 还有一些吉他的兴趣爱好什么的 其实是蛮相似的 但是我就是觉得在第二轮1v1中 我觉得我们谈话的方式 感觉没有碰撞出很多的火花 我觉得我们是三观很相似的 很好的朋友 但是可能就是没有这样一个 火花的碰撞 酷 好 那我们可爱的月 我这个 我 这是个锅吗 哇 喜庆的锅 谢谢 很酷 谢谢一下你的心愿卡 出一语清 希望未来 有机会可以合理吃很多顿饭 肯定 肯定 是什么 我打开可以了 对 就打开就好 然后这个是我老家 好 我 请不吝点赞 我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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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们也鼓励大家的这样的做法 因为这是对自己的负责 也是对喜欢的人负责 我们也是今天接触的时间比较短 然后可能没有什么机会 再去多了解多聊一聊 因为我们缓解的问题 对 就是可能我有点短情 但是 不是 不是 完全没有 真的 我其实非常喜欢你这个人 而且就是 我是真的被你很多点会感动到 感觉公平 但又很大一点 我觉得可能或许是我想太多 就是我怕我照顾不好 照顾不好你 因为我觉得我的生活其实挺乱七八糟的每天 就是没有什么很规律的作息 然后我不知道 其实我觉得小姨 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不用解释 对 越说越丧人 因为我觉得张月是一个她自己自身条件也非常好 然后自己也非常优越 作为一个很自信和成熟的女性 我们可以接受一切关系的变化和发展 我们也是有底气面对的 你刚刚解释说了一遍 我相信她一定是知道的 对 她只是有一些情绪上的 我觉得我好容易准备了一个不辣的 我那么欣赏没有得到婚姻 但是并不是说她这一刻就可能什么就破碎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多说 其实反而你会小看她了 对 所以我觉得我建议我们这边 你可以不用解释 没关系的 其实多说多错 如果是照你自己刚才的这个思维跟想法 你应该是把纸条写 你没办法照顾她 递给她 而不是换了一个人 然后说你没办法照顾她 难道你就能照顾她 对 你明白我意思吗 对 所以不需要去讲这些东西 就总的来说就是 今天所有的决定都不是那么重要 即便成对了 你也不一定能确定他们能够走多长多远 只要不要辜负现在的决定 都是对的决定 这也是我现在看到年轻人们的这种变化 就是非常的关注和尊重自己的真实的想法和情绪 我觉得这样很好 对 现在我们的餐已经全部放送完毕了 我们要开始进入我们今天的晚餐环节 在晚餐环节当中我们也会抽一些问题 然后大家可以来互动和回答一下 共进完晚餐之后 然后我们才会有一个完整的终选的一个环节 所以就是一切都还有机会 好 那我们开始晚餐环节吧 本节目由抖音独家冠名播出 打开抖音记录美好生活 现在到我们的晚餐时刻了 我们请大家分别认领一下 刚刚派送的这个爱心便当 没有收到便当的朋友 是吃工作人员的工作餐 这个介绍一下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吉祥物 叫野恋椰椰 就也许你要恋爱了 椰椰就是一个小椰子树 然后我们来聊聊我们今天晚餐的这个话题 话题 OK 是什么 相互分享生活 是建立恋爱关系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你们怎么看待在亲密关系当中的这种分享域 就是我之前会习惯于第一时间 把我想分享的东西分享给我的另一半 然后后来我发现其实你这种分享 你会发送的时候会有期待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回应 如果当时对方真的是因为某些原因 没有达到你内心那个期望 其实内心会有一点失落的 所以后来我学着就是 我会分享给能懂我的人 比如说很多美妆类的呀 衣服类的呀 可能真的就是女孩之间 会有激烈的那种共鸣 所以你这个分享起来也会更快乐 反正男生可能会不太懂 跟收纳一样 就什么东西发什么东西 对 没错 就是我会是一个比较喜欢 就是随时随地分享自己生活日常的 然后包括我有的时候比如说吃到好吃的美食 看到一个好的日落 然后我都会第一时间去分享给另一半 那我必须要给大家安利我们的抖音密友时刻了 大家可以上抖音然后搜索密友时刻来了解一下 这是只属于你和密友的一个专属的空间 我们的抖音最终心动选择环节 我们最后这个环节呢规则是这样的 如果你喜欢对方的话 就是轻轻地拥抱 代表你们可以今天即刻形成CP 如果你不那么喜欢的话 你可以轻轻拍拍对方的肩膀 以示安慰和鼓励 那我们就先从女生开始 你可以站起来然后走到中间 在你念出你想选择这个人之前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其实我就是日常生活中 我很难能遇到和自己非常相似的那种人吧 然后呢我今天突然会感觉和生活中很多的时刻都不一样 所以我今天想选择高原 高原 好 高原请站到中间面对面站 然后我还有一些话想跟你说的 就是 其实你刚出现的那个时候 我还觉得你还蛮特别的 大家好 我叫高原 然后身高1米91 我理想心也说了 我喜欢个子高高的男生 我会感觉还蛮想了解你的 后来再听到你说你的理想心是 就是小鸟依人的可爱一点的 就是感觉好像说就是我是不是有机会了 然后我就会更勇敢一点 所以后面也会在车厢的时候就是向你提问了 然后其实最后真正坚定自己的心意的时候 是在看到你的报名表的时候 我们那个理想职业都写的是不限 我的一刹那的感觉就是 这不就是我自己写的报名表吗 里面的那种观念 比如说消费观 金钱观 还有对另一半的那个职业类似的 对 我也是 是吧 我就觉得 像有内幕一样 我觉得连那个字 那种表达都是一样的 然后我就是还蛮惊讶的 对 所以我还挺珍惜能够这么同频共振的人 所以我其实平常还蛮慢热的 而且我很少特别主动地去表达自己的心意 所以今天是一个自己的勇敢的尝试吧 闭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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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咳咕的富贿 可以给你 我感到你 我感到你 对 你Go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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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第二位 小玛丽晶晶 首先就是很高兴认识大家 其实跟其他三位男嘉宾 没有太多的接触 但是就是通过一些公开场合的 一些谈论的话 还是有一些了解的 但是就是 我其实是比较喜欢双向奔赴的 但是就是 我其实是比较喜欢双向奔赴的 好 张岳 来了 就是首先 这并不是一个赌气的决定 我还是希望能够把更多的时间 放在这个篮球方面 等到我真正成为那个发光发热的人了 我觉得会有人被我所吸引的 我们真正 好 开我了 好 我其实在思考这个结果也想了很久 然后同时呢 我想跟辛睿还有天阳有一些话想说 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其实聊过两轮嘛 我也有感受到你的认真和热情 可能现在我考虑的现实的因素会比较多 所以我觉得并不是说你不够好 我觉得你特别棒 没事 我尊重你的 对 对 对 然后就是天阳 我就非常感谢就是上一回合 你选 你给我送的便当 刚刚还听说你是凌晨两点钟去做便当 就真的非常非常感动 通过你的一些表达呀 然后对言论的一些观点 包括我之前的VCR 我觉得就是我们还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我对你还是保持一个好奇的一个态度 但是我们之前所交流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 确实太少了 所以我觉得可能这次并不是一个终点 我觉得不要被刚才女生的反应影响 因为女生先做决定 其实本来就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她们需要男生带动 你们照你们 对 也许会被你们赔 好的 冲 他 很好很棒 我其实是个比较直接的人 然后我在看到你的居家的照片 尤其是你的两只精箭层的猫 这只精箭层超可爱 然后还有你的生活方式 我感觉我们在工作上 在生活上都很相似 然后我觉得就像是我们写的便当的纸条一样 我希望去更多地了解你 这也是我刚刚想要做出的决定 并没有被刚刚大家的发言所影响 这么多天 真是我们上和的记忆 有人在 我感 又感 有哪个人 mahdoll 好好 遥 我叫徐天阳 我今年二十五岁 好 你从你和我自己去吧 走 走 还是 谢谢 我们就是可以 握个手 我还以为 就是首先我很感谢 能够通过节目这样的一个机会 认识他 然后并且能跟他有一些交流和相处 但是我这个人就是对一段感情 会考虑的比较多 也比较认真 我觉得不论是徐天阳 还是王承睿 是我非常羡慕他们一点 就是他们是非常勇敢的 我希望未来 当我遇到自己喜欢的人的时候 我自己可以更勇敢一些 其实我觉得没有找到对的人 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今天没有配对的 也不代表你不好 也不代表你失恋了 而是可能你的对象 不在这四个人之内 对 这外面还有千千万万 喜欢你的人 适合你的人 适合你的人 让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也许你要恋爱了 我都温暖都给你 Baby 发布抖音贊幕 回观抖音热梗 感谢抖音 独家冠名 打赏音乐 好 珍惜我们上海 One two ba ba go